你见过用黄金做成的牢房吗 优先破开逃脱的队伍 将赢得价值百万的黄金 挑战者是狗哥和莱夫组队 对战最强王者丧彪 谁能成功带走百万黄金呢 挑战开始 第一关是玫瑰金牢房 三人需要破拆掉玫瑰金窗口 才能通往第二关 双方人马立马拿起工具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然而墙面只是出现明显 凹陷并没有任何缺口 工具不对努力白费 莱夫和狗哥已经为了直接摆烂了 就在这时俩人获得新工具小斧头 俩人看到斧头立马来劲了 天晴雨停了 我感觉自己又行了 另一边丧彪也获得了新工具 两队人马互不相让 很快墙面就出现了一个大呼噜 丧彪靠着自己强而有力的麒麟臂 就是一顿破拆 很快丧彪就通过了第一个关卡 另一边的狗哥和莱夫 也不甘是若奋起直追 两个人要是还输那可就太丢人 双方开始第二关卡比拼 这次是铁皮牢房 来扶狗哥左右开弓 对墙面发起攻击 眼见的狗哥发现 另一边墙面上的奇怪图案 这里面指定有猫腻 狗哥对着图案一顿敲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把大斧头 果然脑子是个好东西 俩人决定敲咪咪进行 这可是赢过丧彪的关键 大斧头的威力果然不一般 一下就对墙面造成破坏 来扶赶忙敲开另一个图案 获得撬过一把 另一边的丧彪傻愣愣地 看了一眼对面才反应过来 他立马敲开图案墙 获得小斧头一把 小斧头还是很给力的 丧彪的墙面也出现了破损 而狗哥这边借助自己 手弱弱的身板 成功通过墙面来到第三关 来负责被滞留在第二关 负责干扰丧彪 第三关是黄金牢房 成功逃离就能拿下大奖 首先需要拆除墙面上的黄金栏杆 狗哥很快就将墙面上的栏杆 收集完毕 放入置换口 兑换新工具 大锤锤 栏杆后面是厚厚的 混凝土墙面 收集混凝土 就可以兑换新工具 另一边丧彪 也来到黄金牢房 他赤手空拳 就将栏杆全部拆除 随后也兑换了一把 大锤锤 对面的狗哥 已经开始破拆第三层墙面了 进度落后的丧彪戴上黑武士面具 立马使出洪光之力 给墙面一顿暴击 三两下就收集了一桶混凝土 丧彪获得新工具 大斧头 此时双方进度基本持平 墙面已经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狗哥决定放手一捕 他脱下衣服包裹 洞口防止刮伤 狗哥硬生生从洞口钻了出去 这一次狗哥终于赢过丧彪了 你们觉得丧彪这次输得冤不冤